7月26号 副总统贺锦丽接到来自前总统欧巴马夫妇的电话 欧巴马是民主党最幸一位背出贺锦丽的大佬 此前总统拜登 强义长佩洛西 前总统克林顿夫妇 国会参中两院党内领袖 都表达了对贺锦丽的支持 欧巴马是民主党重量级元老 被认为在大型竞选活动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和筹款吸引力 25号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跟拜登会谈后 特别拜会了贺锦丽 尼坦雅胡夫妇也在26号到佛罗里达拜访共和党候选人 前总统川普 川普对阵贺锦丽的大选格局已然形成 贺锦丽25号宣布已经准备好跟川普辩论 川普团队26号回应 贺锦丽必须先获得民主党正式提名才能辩论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8月19号开幕 如果顺利 贺锦丽在大会前就能得到提名 目前各方仍然在锦罗密鼓的调查川普预期案 联邦调查局长瑞一周三在国会听证中说 击中川普耳朵的可能是子弹 也可能是弹片或者玻璃 而在白宫为总统效率14年的杰克逊医生 26号发表声明 认为击中川普耳朵的是子弹没有第二种可能 案发时为川普提供急诊的医生团队曾确认 川普右耳朵的伤口是子弹伤 由美国官员透露 FBI计划向川普收集第一手证词 新唐电视台记者 仁浩综合报导